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你們忍者必須死了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是登錄了第20天好不好 我們這個十連召喚服啊 又有一張了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運勢到底如何啦 因為其實這一次大家如果有看哲平前幾部的影片的話 然後是有看我們直播的觀眾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哲平這一次抽的這個抽運其實不斷太糟 而且有歪了一大堆這個零出來 其實還算是蠻不錯的 而且我們目前來說我們這個伊賀阿 伊賀的話目前是差一隻就可以到這個 使命的這個階段了喔 所以今天這個十連抽呢 如果又亮晶晶好不好 那應該就是爽蓋歪歪阿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還蠻不錯的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究竟有沒有那個機會 然後大家還記得我們那個趙語嗎 瑞爺 十大便 哲平德 SS阿 好像真的還蠻有用的喔 哈哈哈 謝謝瑞爺好不好 但我有去看瑞爺啦 瑞爺他好像也抽一隻而已 然後也是稍有粗 也是稍有中 我覺得還算還行 然後現在應該都是留下來要等那個武器了喔 武器基本上的話應該再等個 等個五天吧是不是 對 武器再等個五天 我們就可以準備了 到時候一定也會來 看一下我們這邊一百多把的這個鑰匙 能不能拿到一些好成績這樣子喔 好 我們這邊先來那個忍魂重燃 這邊失手機有五百嗎 還沒 那五百之後再抽好了 好 那這邊的話先來打一些 沒有 沒有東西耶 對 因為我最近都一直在狂打猛打 然後大家也都有邀請我 所以就OK 好 那就直接中頭戲啦好不好 直接見真章好不好 各位 有沒有機會 來啦 好 讓我一隻張再中的話 那就真的飛天了好不好 好 要不要不要不要瑞言 池打扁 哲平德 SSR 亮金金 沒有 沒有天天在過年的好不好 那給個碎片也行啦好不好 有沒有機會 有 他給的是小椒的這個碎片啦好不好 然後這邊如果我們要抽的話 基本上是還要再兩千七百鉤 其實目前來說慢慢的修煉手慢慢跑 好像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這幾天慢慢跑的話 其實細巴啦 還剩下二十二 跑個二十二天應該就可以了 應該是可以 慢慢來啦 不急 我們先把這些留著 欸 武器的話應該 武器卡池出的時候角色應該都還在吧 我看一下喔 對 還有二十八天應該是還在的 所以我們可以就是等武器抽完啦 如果武器真的還蠻不錯的話 勾玉就可以留著去抽那個 留著抽這隻伊賀了 但是伊賀好像真的 我自己感覺起來 目前啦 我覺得好像也沒到就是真的那個 好像硬要抽的那種感覺這樣子喔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個武器的話我應該會聽大家換那個 換那個火龍炮吧 還是其實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在等個五天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伊賀的這個專武抽出來對不對 然後再把那個資源全部砸在那個武器上面 好像 也可以不用那麼的一定要換火龍炮嗎 還是其實大家都說火龍炮比較好 我不知道欸 真的 真的是很難抉擇你知道嗎 這款遊戲欸 我現在只有 我現在只有知道就是 我忍者應該會選零啦 因為我們小葉那些都已經有了 然後 零的部分的話是已經 也快要到接近這個五命或是滿命的階段 所以就是給他再多支一點點會不錯這樣 然後瑞也是說 這支的話就是飲料碼就是直接抽到滿命 因為他的那個效果跟係數那些的話 好像是滿命的時候他會有那個 滿命的一個天叢雲啦 就是開武器的時候他會有那個 邪子賀 所以這角色 你如果沒有要一次拼滿命的話 好像就是 一命兩命就好了 就是 我去看那個瑞爺頻道他講的 那如果有錯的話 去找瑞爺 但是 我大哥瑞爺 不可能會錯好不好 他講的就是真理 哈哈哈 不知道啦 我信他啦好不好 我信他會養我啦 只是他現在還沒養 只是他現在還沒養 我每次說 這個什麼 說 這個 有賺錢的這個門路要互相分享喔 到現在都還沒賺錢 老哥加油啊 小弟哲平等你啊 小弟哲平等你啊 天 賀 圖 欸不是 我發現那個血影啊 我在斬的時候他如果順走的話 不然會斬不到他欸 哇靠 太猛了吧 太猛了吧老哥哥 好像有點強 好 沒問題 快點 再刷 再刷 呦呼 好 先飛起來 飛鏢球 他這隻動作真的有點慢了 卡哇伊血影 A級血影喔 不要要求他太多 其實我覺得這隻真的操控起來好爽 是因為我太愛他了嗎 OK S級的這個念珠 然後還有這個劍豪 好 我真希望我現在可以拿到那個啊 冰涼碗 因為我現在很缺很缺冰涼碗啦 我們目前來說這個 寶物的部分 插一個冰涼碗就可以把這個 忍中合到一勾了 一勾的話我們就可以 開場直接炸那個 直接炸就是大招這樣子 這邊沒有的話我們就可以來打一下這個真品了 合成 目前來說這個我好像還沒有遇過就是那個 還沒有遇過就是那個 那個超級的那個神品是不是 對啊 目前來說就是還沒有遇過就是那個 傳送跟這個神品 尋求助力這邊好像也很難會遇到這個神品 有沒有打過神品嗎 也可以跟人家分享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可以拿到蠻多這個 碎片跟東西的 所以活動的話真的 該打一打 每天都有這個規定的這個次數 生品是六次 然後絕品是三次 然後加入方打一下 幫忙打打 隨便選一個 不快走起 這不會 蛤 解散了為什麼 看到我就解散是不是 什麼意思 看 這個人有造型 我不想跟他一起 他造型感覺 好像在炫耀這樣子 在炫耀我不想跟他一對了 這是這樣子 太扯了太扯了 乃乃乃乃 直接扁起來 好了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其實我的主要目的就是 看這張十張抽抽券 結果我們這邊 是抽到了這個 什麼都沒抽到 但其實還好 因為畢竟十抽要出 只有就是我們那個 一開始 第一天抽的時候最好運 那時候抽的時候我確實是覺得 蛤 真的假的 天 我以前認識的忍者必須死 不是長這個樣子的 他應該再更麻煩一點點 照理來說 OK 掰掰 先順手 沒問題 大招開啟 好 完了 他丟過來了 哇 當然千二五是可以打背板的 其實還算可以 千 二 五 好帥喔 真的好帥 而且他這個造型之後 他在開一個 藍色 薰草色的花 雖然原本的那個什麼 原本的那個什麼 原本的那個紅色的那個血 血的那種感覺 血的那種感覺 我也很喜歡就是了 都都都都很可以接受 Kawaii 這關是什麼 喔 是我們的那個 畫 畫師 他怎麼有變比較高清啊 我覺得他好像 變更高清一點點了耶 這個畫師 喔唷 忘記他的那個 他那個筆會往後 就會斜差了 喔喔喔喔 大大大大 都累積到這邊喔 開扁喔 扁起來 最近應該想要那個吧 我想要就是 用伊賀來去拍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 拍一下我們就是那個 普通關卡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我們這個主線還沒打 我想用伊賀打打看準白耶 感覺應該蠻嗨的 對啊 故事模式 第五張 現實是什麼意思 劇情模式 可以看是不是 可是我前面都還沒看耶 前面的話是那個吧 前面 前面打完沙克4就沒了嗎 我忘記了耶 沙克是第幾張啊 沙克好像也不是第十張啊 是不是 沒關係我們現在看一下 試跑跑看看喔 我們接下來就是 伊賀闖天關 我們這樣還可以看到 伊賀的對話劇情 還是其實他不會有 應該會有吧 好爽喔 你看 那就是 機體很高的角色 就是這麼爽 你就不用擔心 碰到一下就掛掉了 所以之前啊 觀眾問我說 你是因為你的角色比較高 喔對不對 我現在認 對沒錯 確實 會是這樣 真的會影響 但是 你們跑了過 對不對 你們不是最喜歡那個嗎 烏克的驕傲 你們跑過就真的是烏克的驕傲 因為那個就是 你們的真實力 你們就是硬實力 我知道我這邊的觀眾其實蠻多 就是很喜歡就是那個 欸 欸 我很強 很厲害 那 就應該要來玩忍者必須死喔 這款你就可以真正在那邊秀喔 然後你真的就是 通關之後你就會覺得 哇 我真的啊 好強喔 這真低強阿 好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血量一多好像就沒啥事 喔 我記得這邊好像還會往 變前面射對不對 好像還會射前面 喔這個 寄波飛鏢 寄波飛鏢 到時候我等那個 我的那個寶物都變成那個 SS級的寶物的時候 我們再來跑那個 看嘛 沒一個閃掉 我們再來跑那個 跑那個疾風 看一下疾風最後能夠 到哪一個局面 你看 其實3.0要跑的還算蠻爽 因為你就可以就是 你看 我還可以這樣 跳在空中飛 欸他的這個時間其實也 也不會說太短 哇靠 蛤 我怎麼不記得以前長這個樣子 好了啦 吼~~紫賀開起來 真的很美欸 配這個畫面 藍藍的 完美~~